朋友们好 我这整容的第一阶段工作结束了 有一些字词 投资还不是特别清晰 但总算是可以出境世人了 我们继续说林彪和叶群 林彪有一次问这个刘亚楼 说这个亚楼你怎么不让你夫人翟云英做你办公室主任 这雷公爷刘亚楼对林彪直言不讳 说夫人参政会出乱子 弄不好会栽在夫人的手里 刘亚楼义诚诚 文革来了 为了发动文革 毛主席依靠三种力量 其中就有解放军 天下大乱 然后达到天下大支 但大乱之际呢 你要靠解放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 要维持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 于是这林彪的地位就提上来了 从建国以来啊 除了毛主席单独的邀请 一般情况下 这党内军内的大会小会啊什么的 林彪基本都是告假 很少赞假 但现在不行啊 文革来了是不是 今天一月风暴明天什么 七二零事件 后天赵永福 秦海又开箱 查人 哎 一桩桩一件件 是不是啊 皆准而至 事多了去了 那你作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是不是啊 你林彪 你得管那些事啊 是不是 你不可能不管了 嗯 但是林彪的小身板 那根本撑不住啊 啊 根本撑不住 那怎么办呢 哎 于是毛主席就提 毛主席是这样好不好 这个林彪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呢 就让这个叶群代表林彪过来开会 然后呢 到会场听一听 把这个会议精神带回去 传达给林彪 下次开会的时候呢 再把林彪的一个反馈意见带回来 不就挺好吗 其实就是让叶群做个传生 在林彪和这个中央会议之间 哎 反正这个叶群那时候不也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吗 啊 大家那个时候 中央这一干人都知道这个叶群对林彪 一感情很专一 啊 很忠诚 是不是啊 虽然这个挤进手活寡 林彪的身体不好 但是除了这个子虚乌有的这什么黄叶恋 不是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说 说叶群跟黄永胜有黄叶恋吗 啊 啊 除了这个这件子虚乌有的之外 多少年叶群没有什么绯闻 啊 没有什么绯闻 也知道这个林彪呢 极其信任这个自己的这个爱妻 哈哈 哎 就这么着 主席的这个动议呢就获得了通过 叶群就被推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对于叶群来说 这可是他人生的历史性的转折 多少年来啊 这叶群怀揣着对权力的无限的向往 但却只能在家里守着一大病号 然后在那潜水 朝朝暮暮 可把叶群这个能人给憋坏了 哈哈 今天终于浮出了水面啊 迎来了出人头地的这一天 啊 啊 作为副统帅的代表 那小叶群登高一呼 是不是啊 那众山皆想啊 一呼百应啊 这感觉是不是啊 不要太好啊 啊 但是 主席这个动议提出来 大家也都通过了 但是主席和大家啊 明显有一件事 估计不足 什么呢 就是欣然领命走上前台以后 这叶群可不愿意做个穿上头 这娘子抱负大着呢 哎 你给他一个支点 你再给他一个托把 他就敢敲地球这道 嗯 于是这 没多久 这在政治舞台上呼风换一个叶群 他性格和他人格中的黑暗面 就开始爆发了 温哥初期啊 这个叶群和江青两个人之间 这来来往往非常频繁 但是非常奇怪 就在两人这个来来往往这过程中 无论大事小情 江青从来不亲自给叶群打电话 叶群给江青来电话 找江青 江青也从来不接 无论是 致电叶群 还是接叶群的电话 江青全部 让他的秘书代劳 自己不办 这秘书 说颜传棍啊 这就大祸不解 有一次就斗胆 江青同志 这个 你怎么不自己打呀 你怎么不接叶群同志的电话呢 是不是啊 啊 为什么呢 您对别的领导不这样啊 你啊 哎 江青说 哎呦 你可不知道 叶群这个人 那鬼主意太多 鬼点子太多 一出一出的 绕来绕去的 我让你打电话 接电话 你就得做记录吧 你做完记录是白纸黑字 就可以存档 哎 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了 我拿出来 我就能说清楚 如果我直接给他打电话 或者我亲自接他打来的电话 那一旦日后有什么事儿 无凭无据 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哎 你看 连江青这么聪明的女人 对叶群尚且 如此的忌惮和防范 可以想见 你说那叶群呢 花花的心眼啊 那得花花到什么程度 一方面 叶群代表林彪 同时呢 九大上 叶群自己也做了 政治局委员 是不是 进了军委办事组啊 那么军委办事组 组内部呢 黄 吴 李 秋 刘贤 温玉成 等等 这组员那就很自觉的了 围绕这个叶群的周围 以叶群为中心的 是不是啊 叶群事实上就成了军委办事组的老板娘 哎 打着林彪的旗号 啊 一个标准的军人小集团 就此带上 那么接着一件事一件事就开始抱团的干了 九大呀 一中全会 二中全会 发难在庐山呢 哎 纷纷出笼了 包括对待自己的这个 正敌宿愿 那么心仇旧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一招全在手 叶群就开始跟一帮人 算出仗子 嗯 但这些都不是叶群最大的罪过 叶群最大的罪过 或者说叶群最大的罪恶 是他在毛主席和林彪之间 惹事生非 无事生非 欺上 满下 招摇撞天 造成了毛主席和林彪之间 极大的误会 极深的猜忌 嗯 并且随着一个个事件的接踵而至 啊 这种误会 这种猜忌 一步步的加深 直到最后 覆水难受 林彪是导致毛主席和林彪政治上分手的最大的推手 没有这个女人 毛主席和林彪之间 不会有那样一个旷式的悲剧性的结局 嗯 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 这林彪的态度实际明确 哎 首先他就不理解 你别看他一路不离手 天天 是不是 但接下来呢 他就是反对 从反对人开始 张春桥啊 江青啊 什么的 那最后 他一定会反对 文化大革命本身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但是 政治归政治 官场 归官场 以四十多年 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情谊 林彪断不至于和自己的导师最后决裂成那个样子 到那种程度 嗯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叶群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权力力太强的女人 其破坏力也太大 这一点在叶群的身上那表现的淋漓尽致 嗯 正所谓聘机私沉呢 唯家之所啊 你母鸡大名 你说那你这家还能有好吗 没个好 九家二中全会闭幕的时候啊 眼看着这个叶群呢 陈伯达在庐山上翻车了 作为林彪的下属 老部下啊 四野出身 也作为庐山会议的东道主 就是当时的江西省各委会的主任 程世青 哎 预感到大事不好 就去面见了毛主席 他对主席说说 哎呀主席没想到就全会开成这个样子啊 能不能挽回挽回啊 我相信主席和林副主席之间一定能谈得开 只不过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揪心啊 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下山以后呢 您先别急着回北京 到我们南昌去住几天去 然后呢我安排您和这个林副主席两个人呢 私下谈一谈 哎主席说 好啊 你这样安排好啊 林彪还是要保的呀 你就安排吧 我跟他谈谈 哎 这程世青非常高兴 一路小跑 又跑到那个林彪那去 跟林彪回报 这个说林副主席这庐山这事还没有完呢 搞不好会牵扯到党那一批人啊 现在毛主席同意了 在南昌住几天 然后呢我们已经把主席和您住的这个地方都搞好 你看您是不是也在南昌休息休息 然后跟主席谈一谈 哎 林彪一听也很高兴 说好啊 既然主席都同意了 是不是呢 我当然要去啊 是不是啊 我也很想跟主席谈一谈的 哎 有很多事儿 我和主席之间确实缺少面对面的沟通 哎 我一定去 哎 就这么着 两边工作一做 陈世青就把这个事儿给定起来 啊 这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儿吧 就是 结果怎么样 第二天一大早 陈世青按约定的去这个304的大石头别墅去接林彪去 去接林彪一起走啊 结果到那别墅一看 这林彪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装车呢 行李装车 一问说 干嘛装车 说林彪主席要走啊 哎 去哪啊 走啊 不知道啊 这林彪的人 谁也不知道 哎 这成了行程 那赶紧的我得问问林总家 不是这么约的呀 就往里闯 结果在这个别墅的门口 就撞上了这个叶群了 赶紧问叶主席是怎么的了 说好了 我昨天跟林总和毛主席都说好了 去南昌 他们俩要在南昌谈话 结果叶群劈头盖脸 谈什么谈 没什么好谈的 有什么好谈的呀 毛家湾下水道堵了 我们得回去通下水道去 我们赶紧马上 林总和毛主席马上回北京 不去南昌 哎 你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到底是谁做的 是林彪做的呢 还是叶群做的 林彪头天答应的好好的呀 是不是 怎么忽然间就变卦了呢 如果这个决定不是林彪做的 那么林彪知不知道他和主席的约会 是被岳群私下私自就给取消了的 啊 叶群是怎么跟林彪说的不去南昌的 啊 他是否就像以往一样 就是撒谎 然后骗林彪 又把责任推给了毛主席 因为那个时候 林办上情下达的唯一一出口就是这个叶群 林彪凡事啊 都绕不过的 正如后来主席南巡的时候就说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做办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林彪那里是叶群做主任 连黄五里秋这些人有事 请示林彪都得经过叶群 谁也不知道叶群回复出来的这个意见到底是林彪说的 还是得叶群自己一架子 然后假以林彪的名义给弄出来的 谁也不知道 这个 骗林彪骗叶群骗这个林彪 那这历史长着了 啊 因为林彪这个身体原因嘛 然后这个 这这这借着林彪对自己这个 依赖林 叶群骗这个林彪那 这十多年如一日不舍昼夜啊 啊 林家上上下下啊 左左右又无人不知 就是 就林彪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的 嗯 先是在生活上 后来到政治上 先是报告体温的时候 后来是报告正秦与秦的时候 嗯 林彪的内秦有回忆 说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 林彪不是病得非常重吗 于是就今天苏州啊 明天大连的 后天杭州的 大后天一和园 是不是啊 到处休养 然后今天这个 这个半夜啊 塞到吉普车里的 跑跑田港兜兜风 是不是啊 你这这明天 弄个颠床 你颠一点 是不是啊 天天就这么折腾他 还能抒飞点 哎 减轻减轻他的痛苦 是不是啊 那么对待疾病这个事 林彪那是很神经质的 毛主席被批课呢 说他对待自己的疾病 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啊 对风对光对水 对自己的体温啊 这个包括对自己的排泄物 林彪那极其敏感 极其敏感 神经过敏 哎 一看这个温度计上显示的 这37度6 啊 植物神经 立马就紊乱 接着就开始拉西 拉西不止 这小神板 立马就垮 啊 那怎么办呢 你说啊 这人这么脆弱 啊 心理压力这么大 身心负担这么重 那你说 就这么如实的跟他说 这不雪上加霜吗 是不是这样的 叶群就开始和工作人员商量 怎么办 最后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是怎么的 骗他 怎么骗他 就是比如说量体温的时候 怎么骗他 拿俩体温计 啊 明一个暗一个 来来来 林总来给你量体温 给你量体温 塞上去一个 哎 三分钟以后拿出来 哎 来 林总看看你的体温 把另外一个送上去 事先都设定好温度了 林彪拿过来一看 三十六度七 啊 就很高兴 植物神经就很稳定 嗯 就不拉席 就省了很多很多力量 嗯 就是骗他还真有效 也确实管重 也确实管用 于是就从体温开始 很快就扩展到了林彪生活的方方面面 家人医生护士 侍卫 内勤秘书 凡是可以接触到林彪的人 大家抱成一个团 齐心协力的骗林彪 哎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只要跟林彪有关的 可能影响的情绪和身体的 无论大事小情 一概骗的不商量 啊 就是骗的 行啊 这个你为林彪好 可以理解 天下亲人嘛 情统子新倒是 哎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办法无限的放大应用范围啊 啊 最后竟然用到了政治生活上 那还俩对吗 啊 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说 你说从生活的这种惯性而来说 从生活上骗的一直到 转移到政治上也继续骗的 这又似乎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展过程 嗯 就这样 哎 到后来叶群完全左右了林彪的政治生活 林彪完全活在了叶群的控制之下 邱辉座的回忆录里面不就证实吗 他说叶群对林彪封锁一切消息 林彪本人什么也不知道 叶群把林彪控制起来了 他的女儿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接近这标 我相信邱辉座 这段回忆没撒谎 林家上下包括林立衡和林立果 这姐弟两个 大家都知道叶群骗林彪 我一直骗出个913时间 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 一方面从叶群那呢 林彪听说主席讲了自己什么话 这个讲可能对林彪引上 哎 觉得说主席你这么讲 你这不误解我了吗 是不是 你错怪了我了吗 于是他就不高兴 久而久之人的可能他就一桩桩一件件的 说主席讲都误解我的 讲了这么多这么多误解我的话 你一贯的错怪我 这久而久之 这个林彪可能就消极了 就然后就抵触了 最后就开始反对 就开始反对 但这话真的是主席讲的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从叶群那儿 主席听说了林彪针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反馈 这反馈也有用也好也有 哎 听听到这反馈以后主席可能也不满意 哎 不满意 久而久之的也可能就失望 哎 就反感 反感之后 最后可能就要对 所谓的林彪反过度的意见 就做出一定的反弹 但这个意见到底是林彪自己 还是叶群自己赌赚的 永远也说不清啊 那么按照这种可能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可驰骋一下自己的想象 就是做各种设想 按照这样的一个基础 然后按照逻辑去往下推演去 那么推演到最后 我们结果一定是到稀口良气的 我们作为后人 作为研究者 就如同约好的南昌谈话 最后放了主席的鸽子 那林彪到底值不值得内情啊 作为一个副手 你毕竟是副手 是不是啊 你爽约变卦 说走就走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无论如何 你也说不过去吧 啊 说好的事 你都答应了 对此 无论毛主席做出什么反应 那都不为过 你不要 那你还不要说要骑马来说 你还有组织纪律吧 是不是啊 你更不要说 你两个人四十多年的感情 四十多年的焦啊 嗯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说林彪下了庐山以后 嗯 他这个这个这个 乘坐的这个三叉戟 从这个九江机场起飞以后 因为目的地是北戴河呀 他直接从庐山飞北戴河 因为目的地是北戴河 这是北戴河 就是分了海上 分了很长时间嘛 嗯 飞着飞着 看着飞机久不落地 然后这 林彪就不明就里 啊 然后就差一点念叨 说这个不说去南昌吗 这南昌 怎么这么远呢 还没飞到啊 哎 可能直到这个时候 叶群 才出来告诉林彪 说我们不去南昌了 不谈了 一组那边有变化 人家不跟你谈了 啊 你按照叶群一贯一贯的这种做派 这种话他说得出来 这种事他做得出来 啊 那你说林彪要听自己老婆 这么说了以后会怎么想这个事呢 他会怎么想主席呢 你说他是不是也会认为主席出尔反尔呢 啊 正向主席从赶来汇报的这个程世青那儿 直到林彪不辞而别以后大卫不解 说 哎 怎么变化这么快呀 还说好了的事儿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林彪就如同一个墨 被叶群操纵 控制于鼓掌之中 唯一是从任其摆布 丧失了自我意识 失去了起码的自主能力 林彪我为首一群哨哨派军人呢 暗地里搞这个武 策划武装政变 叶群知不知道内情呢 啊 九一三事件前两个月 这海空军搞这个北平南调 内幕到底是什么呢 叶群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儿子的事儿 啊 林彪恒曾经告诉林彪老父下 说他们家分为三派 说林彪广跟他妈是右派 说林彪是左派 说他自己是中间偏左派 我相信啊 自己儿子干的事儿 不一定很详尽 但是主体的东西叶群肯定知道 他更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儿 啊 还有他自己 卢山翻车以后 一旦主席抓住不放产去 早晚有一天 自己多年以来家里家外 假传圣旨 七上瞒下坑蒙 拐骗的事儿就会被揭开 啊 七君王鸟皇上 啊 这也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于是这叶群一想到这些 他就心虚 一想到这些 他就不寒门利 卢山会议以后不久不就是70年的十一国庆了 啊 你看看网上有当时的国庆的纪录片 70年国庆纪录片 你看看片片片片 那个纪录片里天安门城楼上面的夜群 镜头里的夜群啊 那鬼魂附体一样啊 啊 因为一个时期的惶惶不可终日 夜群那个时候人都熬的脱了下 嗯 到了1971年春夏之交 为了彻底解决这庐山之争 维护文化大革 毛主席 离开北京南巡 一路之上 不断的和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 讲话直指夜群一话 就差点点了 夜群听说了主席讲话内容 直到主席回京以后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 啊 届时军业办事组 政治局肯定是要改组啊 啊 自己一般人嘛 一定是要出局了 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被权力欲吞噬 被政治彻底异化了一个女人 夜群的天执脆弱和见识段无尽气的弱点 就暴露无疑了 为了儿子 也为了他自己 也为了他自己 他不惜鱼丝往破了 鸟在惊弓之际 惊慌失措之时 9月12日 9月12号晚上 终于来 电话来了 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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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来了最后的一根稻草 夜群的意志 彻底垮 瞬间 就垮 放下电话 拉起林彪 撒腿 就跑 快跑吧 101 有人要来杀你 有人要来抓你了 真是物其必反 那么聪明的一个女人 一瞬之间你变得那么愚蠢 最后一家老小 因为他黄沙盖脸 尸骨不全 叶群是林家的好媳妇 叶群也是林家的毁灭者 他毁灭了自己 也毁灭了林彪 毁灭了林彪的政治生命 毁灭了林彪的一世英秘 林彪曾经给叶群写过一个条符 发不通轻 心同热 生少同求死同穴 恩爱之情愿然至上 感动之余 叶群也回了林彪两句 唯有恩情报不尽 他年定随父皇权 叶群没有食言 他做到 通过愚蠢的毁灭 我们明天开始 说周日来一九一三世界 谢谢大家